大家好 明天228假期 许多朋友都要放假 不过这天气状况来说 在今天如果你在北部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一整天冷稠稠 天亮之前13度 白天的北部也只有在14度 可是如果你南来北往 你就发现到温差部分还蛮大 台北14度 到了高雄25度 温度形态来说南北温 差明显的偏大 但明天228的假期 你好好地出去游玩 第一个 天气好转 第二个 温度上升 那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看从228 一直到这个礼拜天 我们的天气状况 会怎么样地变化了 先来注意到 在周三跟周四的话 气温的部分是回升的 温度是上升的 白天的高温部分 北部可以到23度 南部地区可以到26度 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礼拜三暖了 礼拜四更暖 但要特别注意 星期四的晚上 另外一道封面要再度接近了 而在礼拜五这一天 温度下降的幅度 会非常地明显 晚上的气温 又回到了11度的低温 所以整体的温度形态来说 在周三晚上的话 温度状况来说 已经上升到14度 周四的晚上在15度到16度 可是周五的温度下降到11度 最重要一点就是在于 冷空气要下来了 礼拜五冷气团的南下 再加上华南云带的东移 所以降雨的状况 在嘉义以北都会出现 所以降雨的形态来说 在礼拜五这一天明显 而礼拜五这一天的晚上 到礼拜六清晨的时候 包含了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部分 降水或固态水的状况 也就可能是结霜或结冰 甚至有可能下冰线 甚至下雪中 在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 3000公尺以上高山都有机会 而到了礼拜六的白天 水气量来说 随着华南云带的离开 水气开始减少 而雨后要转为多云的天气 不过要注意 天气还是冷嗖嗖 还是在11度 温度形态来说 在周五周六冷 周日六的晚上到周日的气温 略为上升一些 上升几度 两度不到 所以也只有在13到12度 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 是天气晴了 气温在白天上升 可是早晚天气寒冷 要提醒大家 这228的假期 跟礼拜四的时候 舒服的天气之下 可以出去走走 但礼拜五开始 保暖工作真的不能少 在今天因为整个水气的冬移之下 来我们注意 北台湾这边的 北部阳明山地区的北面向线 东北角山区 台北东边都有雨 最重要一点是 风向吹着东北风的进来 而在云层的发展来说 有些云带在逐渐的 东移的过程当中 也使得桃园跟新竹 都有飘雨的状况 从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当中 可以看到水气的发展 仍然在北台湾 今天晚上正在东移 那北方的高压系统呢 已经逐渐的进入到达了 黄海到渤海的位置 风向开始要转变了 但是因为禁地面 吹着东北东风的关系 所以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天亮的时候呢 在宜兰东北角地区 仍然会有些局部的 降雨状况 卫星云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水气的发展 这次主要是在 长江流域这边比较明显 但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有一些水气 从这个福建这边 逐渐地由西往东走 而使得我们台湾上空 有降雨的状况出现 而在整体的天气来说 今天的时候 连高山的部分 都有一些云雾的现象 但明天呢 整个高压系统 就要东移到达日本了 所以我们的风向 开始要变为偏东风 变了偏东风 温度状况就可以上升了 明天的北部白天 可以到23 中部地区有24 南部地区就有在25度了 温度状况来说 虽然是上升 但你要注意哦 日夜温差相对的非常明显 早出晚归要特别的注意了 再来我们看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29号 29号在礼拜四的晚上的时候呢 随着北方的高压 在东移冷空气开始要进来 所以在周四晚上八九点以后 封面云带就要通过 我们台湾北方的海面 当封面通过的时候呢 包含了华内有些水气带 也要逐渐的东移 所以在3月1号的时候呢 强冷空气来下 加上水气的进入 江雨的状况会在明显的增多 而到了礼拜六 雨后转多云 星期天的时候天气好转 那温度上升呢 要等到下周一 下周一温度升完之后呢 再来我们注意到下周二的晚上的时候呢 北方 这3月5号 3月5号北方又有高压 东移了 冷空气预估在周三的时候 3月6号的时候又会开始进来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春天的系统变化速度来说 比较快一些 大概2到3天左右 会有一个系统开始通过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就是相对的之下呢 冷空气的强度的部分来说 寒流的几率来说 已经变很少了 现在大约都是在冷气团的程度 冷空气会进入台湾 不过下个礼拜刚好这一波 3月6号进来的系统呢 刚好碰到呢 3月5号就24节气当中的精止 这也就告诉大家说 下一波水气 如果水气够多的话 有机会 可能会有打雷的可能性 再来我们就看什么呢 来看看温度了 先注意到 晚上的温度还是冷嗖嗖 早出晚归 骑车要保暖喔 那白天的气温状况来说 可以开始上升了 阳光的部分呢 在这个北部地区会有机会露脸 新竹以南都会露脸 中部地区天气晴 但你注意日夜温差明显 尤其云嘉南的温差 有达到12度之多 南台湾你到台南去看 灯会要注意啊 天黑之后 骑车还是要保暖喔 白天的南部地区 回到舒适的天气 而东半部地区的 云层发展量多 只有在东北角到宜兰地区 会有一点点短暂雨 在今晚到明天清晨 明天白天就好天气喔 再来呢 外岛地区来说的夜晚温度 还是比较偏低呢 我们来看看未来一个礼拜 可以注意到雨的发展 在这个礼拜四的深夜 到礼拜五的清晨封面云带通过 礼拜五的江雨状况 都会有一些 从北到南都有喔 星期六雨后转多云带 温度寒冷 尤其周五晚上 周六清晨只有在11度低温 而到了星期一以后 气温上升 外岛地区夜晚温度 在礼拜五偏冷 小丁临 两件事情要提醒 冷穿保暖 海风大 骑车要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